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型观影》,我是阿湘 今天继续为大家解说 今年美剧《越狱》第四集、第十三集的剧情 上节说到,《越狱》小组克服重重阻碍 终于拿到了希腊 这完全出乎了将军的意料 等待他们的将是重重追杀 然而最麻烦的是 他们被丹彻底背叛 原来丹从一开始就利用了麦克尔 他的目标也是把希腊弄到手 为了达成目的 他不惜杀害了同僚翠斯 因为格里琴逃走 所以丹暂时放过了强哥 毕竟他要依靠他们找到买家 下面让我们进入本集剧情 杀了翠斯之后 丹给上次赫博去了电话 隔着电话 他再次施展演技 让赫博相信 麦克尔他们临时背叛杀害了翠斯 之后他对着空气开枪 让赫博以为他也被杀了 成功地将国安局的目标 转移到麦克尔身上 下面他要做的 就是压着强哥去找格雷琴 赶紧把希腊卖了换钱 麦克尔打电话到国安局 发现那个号码是赫博的电话 马虹认为 当能够提供诸多条件 甚至用军用直升机将他们接过来 他和麦克尔的合作计划 一定动用了国安局的力量 现在他为了摆脱协议 会把责任都推给麦克尔 而他们手上拿的只有白纸 什么都说明不了 所以国安局很快会杀过来 他们必须赶紧逃命 在弄怼了二两威士忌之后 将军召集了所有池卡人商量对策 霍华德对将军的这次失手很不满 当众让他下不来台 逼他承认 转移希腊是个错误决定 将军从未被人质疑过权威 目不可恶地枪杀了霍华德 拿走了他的卡 其他人立刻压吹无声 将军的狠辣程度超乎想象 丽莎被这一幕 接接事实吓到了 将军随即命令所有人出动 务必在今天之内找回希腊 在逃跑之前 麦克尔将一个小模块藏在了洗手间 随后他的病情越发严重 他们逃出仓库之后不久 赫博就带国安局的人赶到了 发现人去悟空之后 赫博给麦克尔去了电话 他完全相信了丹的说辞 认为是麦克尔杀了两人 抢走了希腊 完全不听麦克尔的解释 无奈之下 他们暂时逃到一个小旅馆 马夫林肯又打算跟他们硬科 但目前前后夹击的形式 硬科就是送人头 麦克尔认为 他们还有机会 只要抓住丹 证明是他骗了大家 将希腊追回来 他们就还有机会脱身 总而言之 继续逃跑或者回到监狱 都不是他要的结果 说到这儿 电视上开始报道 强恶和格雷琴 袭击门公司的新闻 看起来 他跟大家一样有了麻烦 不过 这倒是提醒了麦克尔 如果丹要将希腊出手 一定会去找格雷琴 这则新闻 同样引起了将军的注意 他让人驻守在国安局门外 然后查看全市各地的监控 任何一个人出现都不能放过 丽莎直到这时还是惊魂未定 他不敢相信 将军就这样打死了合作多年的伙伴 将军冷冷地告诉丽莎 干掉不称职的赤卡人 就想切除矮便的身体组织 如果丽莎感觉不能胜任 可以随时离开 强恶虽然受制于丹 但他很快就搞清楚了形势 丹精心挑选了麦克尔一伙人 利用查案之名和政府的资源 达成了他自己的目标 再把麦克尔推进火坑 因此强哥更加赌心了一句话 警察往往比罪犯更狡猾 为了阻止强哥继续念经 丹只好拿出了枪 并逼得说出了格雷琴家的地址 而这个地址 是根据之前偷才的指纹查到的 丹认为 从格雷琴的家人出发 是个逼得就范的好办法 麦克尔又一次放下治疗的事 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 注射疑似针剂 只能支撑最多8小时 而且不能够有身体压力 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萨拉希望 麦克尔能考虑先逃去墨西哥治疗 让其他人留下完成任务 但麦克尔说 他考虑的重点 并不是能不能做手术 而是能否看着公司被审判 做不完这件事 他就无法苟活 很快的 林肯和格雷琴取得了联系 此时 格雷琴刚刚得知光头哥一死 而单抢走希拉的消息 更是出乎他的预料 本以为自己最大的障碍 是麦克尔 没想到丹一直伴住吃老虎 围巾之际 他只有暂时与麦克尔合作 先把希拉找回来 于是两人约定 一小时后见面 但他刚刚挂电话 妹妹丽塔的电话 就打了过来 他和艾美丽 已经落到了丹的手里 但命令他 马上回家 赫博将事态 汇报给达罗议员 他将马上组织 对麦克尔的追捕 为此FBI派出探员苏特 进行协助 将军的人 对国安局的电话 进行了监听 就丁赫博 是接下来的调查负责人 并且 格雷琴刚刚在一个监控中 被捕捉到 他还待在本地 将军要监视的人 太多了 半个小时后 格雷琴并没有出现在 约定的地方 队员们本来就对他不信任 现在更是如此了 他们并不知道 格雷琴半路赶回了家 一进门 就看到丽塔被担忧枪指着 丹说 因为格雷琴利用光头哥对付他 导致这个买家被杀 格雷琴走无旁贷 必须马上为他找一个新的买主 丹从通话记录发现 格雷琴刚刚联系过麦克尔他们 于是逼问 跟他们的见面地点在哪 格雷琴不肯说 强哥转而由艾米丽威胁他 艾米丽跟格雷琴长得很像 不能猜出二人的关系 格雷琴为了女儿 只好实话实说 丹让强哥马上进地点举报给调查局 麦克尔等不到格雷琴 他想到再次跟赫伯谈谈 提出要把丹和希拉都找回来 但国安局必须履行之前的协议 还所有人自由 但一番话还没说完 苏特已经带着FBI的人追了过来 麦克尔联邦通知所有人撤 混乱中 林肯掩护麦克尔逃跑被抓 很快被带回了仓库 他再次对赫伯解释 他们都是被丹给欺骗了 赫伯知道此时还不相信 林肯请他好好想想 希拉价值连城 他们之所以愿意交给公安局 就是为了换取他们唯一在意的自由 在乎钱的并不是他们 而是丹 所以他之前几次对赫伯隐瞒了调查进度 赫伯听完后 不再像之前那么武断 他开始思考林肯的话 麦克尔给格雷琴打了电话 才知道他被丹威胁了 丹对他所做的毫无悔意 还对麦克尔说了不少风凉话 让他赶紧逃命为上 麦克尔却告诉但 他还会来找自己 但毫不在意 他现在关心的 只有格雷琴联系上的新买家 为了确保交易安全 他押着格雷琴前去交货 留下强哥看管丹塔和艾米丽 丹塔对格雷琴所做的一切非常失望 愤怒地甩了他两巴掌 格雷琴知道 当前的状况是他自己造成 所以理亏他挨了打 然后警告强哥 如果他二人有任何损伤 他一定会把强哥大写八块 赫博恢复了一部分被丹删除的文件 发现其中包括他与麦克尔的协议 那里面的出国条款 是连自己都不知道的 而且 丹已经替自己做好了新身份 甚至连社保号和旅行计划都准备好了 很明显 丹一早就打算拿到希拉后就跑路 他的确是为了自己 了解事态之后 达罗议员直接出面与林肯谈判 希望麦克尔他们继续协助公安局找到丹 并答应会履行谈好的互面协议 林肯是愿意合作的 但他不肯定其他人是否还会相信 议员告诉他 国安局下了很大决心 要彻底揭开公司的真面目 如果不成功 所有相关的人都会在牢里灌一辈子 以此掩盖整件事 林肯只好给麦克尔去了电话 将议员的意思转告给他 经过考试后 麦克尔认为他们应该试试 于是他将人分为两组 由雷雷和萨拉去和议员见面 他和马红返回仓库 以确定公安局没有耍诈 不久之后 格雷琴和丹来到了交易地点 等待期间 格雷琴嘲讽丹说 即便他过上了逍遥日子 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丹意识到 这是格雷琴故意在拖时间 一气之下 差点让强哥崩了立他 格雷琴果然就范 乖乖说出了真正的交易地点 萨拉和雷雷赶到了 麦克尔所说的地方 发现那里并没有一员 而只是一个车站 片刻后 马红出现 要他们马上上车 离开这个地方 原来 麦克尔刚才分组 只是为了将萨拉他们支开 他不知道回去后 是福是祸 所以准备自己承担 他让其他三人先逃走 自己返回了仓库 萨拉在车站坐立不安 虽然知道 麦克尔此举是为了保护他们 但他总觉得这样走掉 就像抛弃了麦克尔 萨拉嘴上不说 心里也觉得不踏实 他们的担心都没有错 赫博和达论员 并不是真的想把蛋抓回来 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饭碗 因为国安局对公司的调查 是秘密进行的 现在还出了纰漏 如果走漏丰盛 他们会以私自行动的罪名 进监狱 权衡之下 杀掉所有人灭口 比搬倒公司容易得多 因此赫博从麦克尔回来开始 就一直忽悠他将其他人都带回来 对丹的罪名却只字不提 这种戏码怎么能骗过麦克尔 他直接把话挑明 问赫博 所谓豁免协议是否根本不存在 眼看着戏演不下去 赫博干脆地举起了枪 他不在乎丹和希腊 只想把这个失败的任务掩盖过去 他让手下请走了苏特 准备就地枪举了兄弟俩 但还没来得及开枪 一群人就被乱枪射死 刚离开的苏特去而复返 原来他的身份是公司的人 既然麦克尔能找回希腊 那么他现在可以和将军谈谈了 苏特正准备押走两人 不放心的雷雷和萨拉 在这时回到了仓库 雷雷用藏起来的枪搞定了苏特 刚才的人只剩些议员还活着 麦克尔希望他能继续帮忙 但议员只想明哲保身 他说这次秘密行动的知情者 已经都死掉了 只要麦克尔回了他公文包里的文件 大可当之前的事情都不存在 他现在只想赶飞机回家 不打算再考虑跟公司做对了 麦克尔没有强人所难 搞垮公司 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萨拉回到麦克尔身边 警告他 再这样擅自决定 一定要他好看 这时他们才发现 马虹不知何时逃走了 对于下面要做什么 大家是一片迷茫 不过翻转总是分分钟就来 格雷金和丹见到了买主 经过对方鉴定 丹手上的希拉的确是正品 但他并不完整 而是残缺了一小块 不错 这就是麦克尔开头藏起来的那块 是在他一拿到希拉的时候 就藏起来的保险 这也是他一定要回到仓库的原因 所以他才说 丹一定还会来找他 麦克尔在电话里告诉丹 东西就在他手里 想要就自己过来拿 以上就是越狱第四季第十三集的内容 剧情走向可以说越来越迷了 而且整部剧才过半 后面更加变幻莫测 戏剧化几乎完全压过了合理性 不过目前来说 逻辑上没有太多的bug 埋的坑基本都填了 至于合不合理 科不科学 我相信越迷迷们会自动挑战 把他归入犯罪悬疑魔幻剧 是不是就会happy的多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